目前處於雨季的印度與尼泊爾 暴雨成災 尼泊爾連日強降雨 造成洪水跟土石流 已經奪走了一百七十條的原命 從這個屋頂跳到另一個屋頂 為了逃命 居民必須把自家屋頂挖洞 往高處爬 尼泊爾現在正經歷雨季 洪水加上土石流成了致命的災害 專家表示氣候變遷 正讓天然災害發生的頻率 跟強度變得更為嚴重 包含首都加德滿都在內的 幾條主要高速公路都被堵住 阻斷通往全國其他地區的交通 有車輛行經土石流路段遭到活埋 西南方一座足球訓練中心 有數名足球員喪命 另外有人被河水沖走 當局出動挖土機清除淤泥 在爛泥瓦力堆中 找到罹難者遺體 但也救出超過三千人 水溫雨氣象不表示 這波雨勢威力強大 二十八號上午測得過去二十四小時內 有十四個地區監測站的雨量破紀錄 加德滿都機場一處數據顯示當時雨量兩百四十毫米 是兩千零二年以來新高 流經加德滿都的巴格馬地河及其眾多支流潰堤 附近民宅跟車輛都遭淹沒 根據預報 這波降雨將持續到一號 不過二十九號已趨緩 加德滿都國內航班上午恢復運作 此前約三十六小時是全面停飛 印度東北部比哈邦也有多個地區因暴雨引發洪災 造成房屋損毀 根據氣象預測 未來幾天可能還會有暴雨跟雷擊 公視新聞黃雲林編譯